疫情的肆虐也造成了经济萧条 为了挽救小型企业以及店家的经济命脉 经济部推出小型补助专案 关心地方发展的县议员张怀文就表示 疫情当下影响盛广 靠着观光线、历线的花莲 这些小店家更是需要获得相关单位给予协助 在疫情的严重影响下度过寒冬 观光区小店林立靠着小粉生意赚取微薄收入 而在疫情爆发之后观光客不来 没有了消费的主要客群 业者只能勒紧裤带苦尘 还没办哦 所以你们知道有补助哦 有啊 还没申请就对 还没有去申请 我两天才知道交易的 经济部寄出了补助措施 因疫情重创餐饮业 经济部为了增加民众消费诱因 只要业者在5月16号到6月15号期间 提出优惠消费的行销方案 经济部会依照业者行销方案所需经费 提供50%的补助 对我们小事件 这个政策 我们讲的 我知道了 这个最高可以申请到10万块 那这个是 有用统一发表的最高10万 没有针对免用统一发表的 也有其他的补助啊 像是优惠消费折抵 行销推广等等 每家最高补助新台币10万元 两天申请就破3000件 不过前提是 餐厅必须先要有行销的事实 后续才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向经济部核销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